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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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公阿公 我跟大家講一個好消息 這是我們今天在路上抽獎抽到了明谷屋的一月遊 阿公應該要跟我們一起去 阿公是誰啊 阿公我跟妳說幹什麼 好啊來去啊 阿公 阿公 現在都這種高科技實在了 你這些優秀的孫子們 早就幫你想好魚科寶可夢的這個裝置 蛤 什麼夢 我不要跟你講不懂 來阿公我們出去 看一次就知道了 阿公這就是我們的魚兒寶可夢 出國魚缸照護器 那這就是由我們製造的喔 首先呢先向你介紹 這個就是餵魚的功能 也就是你最需要的功能 像是這樣子 那 那我們就只需要透過遠端的連線 讓我們的鏡頭 能夠投射在我們的平板 或者是手機上面 那我們可以用webcam的功能 來直接看到我們的狀況 例如說魚兒有沒有吃飽 再來呢 我們要介紹的是LED的功能 LED的功能 很方便 可以讓你在國外的時候 和魚兒互相的玩耍 像是這樣子 那魚兒就會被吸引 那這樣就可以來玩 那再來呢就是我們的電燈開關 電燈開關呢 我們就只要輕觸一下 在我們遠端或手機的裝置上面 就只要輕觸 它就會極有點亮的效果 也可以讓我們整個東西 有照明的功能 和保暖的功能喔 再來是我們的過濾器 有時在國外時 水位低於最低水面線的時候 會造成空轉的現象 那空轉的現象時 我們只需要即時將電源切斷 那電源切斷 我們就只需要透過我們手機 或平板上面 輕觸一下 它就可以透過 遠端的方式 將我們的過濾器的電源切斷 那這方面呢 也可以達到一個很方便的效果喔 再來是這邊的擴充板面 擴充板呢 我們就可以透過我們自己想要的東西 加上一些東西 像是燈條等 那就可以增加整個水毒箱的風美感 也可以讓我們在遠端 直接觸控 不必在家裡做一些危險的事情 那這方面就是我們的介紹 那我問一下喔 這個馬達喔 是跟什麼原理一樣啊 馬達呢 就是像我們手晃的道理一樣 那這樣晃了之後呢 我們藉由橡皮刷的功能 讓它輕觸抖動 而且又環保又方便 那抖動之後呢 我們的魚資料就會掉下來了 好 啊 我已經按不起耶 阿公 手機拿出來給我一下 好 來 這樣是不是在教你我們的自動鮭魚器嗎 首先嘛 把畫面打開來 然後連上遠端搖鋼 看到魚的對不對 我們在這邊搖 接下來按下這個鮭魚的按鈕 我們看資料就釣出來了 唉唷 來吧 哇 有這麼高貴喔 好 我上去 唉唷 謝謝大家 gerade 我們來聊聊天 會客俊 還有兩個人 還是好嗎 有點緊張 完成你們 超級紙 做人 大家 做人 做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